现在叻用Samsung的Suppay跟Honor Google Pro的Suppay拍摄 然后我们看成像 有差别叻 这个噪点很严重 一样是Suppay 虽然说Samsung是有光学变焦 不过Honor没有Suppay光学都可以拍出 这种细节 真的是演算法很强 MH5 Pro叻 虽然说也是有一点过深 可是它是有细节 压光方面全部处理很好 Samsung的话基本上是处于压不下来曝光的 然后人像处理方面基本上是没有细节的 这个细节还看得到呢 Honor Magic 5 Pro 然后这个V4压光很好提亮很好 可是细节方面还是会出一点 在细节处理的话 还是没有这个Honor的演算来的强 尤其是在暗光的情况下白色 你看现在是距离那个 扬了很远的距离 这个画面我觉得是可以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哥 今天我们来到Eco Paladin 评测一台手机 目前在DX OMAR居为榜首 也就是我手头上的这个Honor Magic 5 Pro 里面拥有三大多大 首先超大的感光元件 超大光线 大幅度提升成片率 尤其里面的那个 顺拍功能 你的动作几大都好 或者是特别快 都逃不过它的进楼 抓拍的瞬间特别强 到底有多强吗 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 Let's go 首先在它的镜头配置是搭载三主色 50MP的主色 50MP超广角 50MP前望长焦主色 在它长焦镜头是支持 3.5倍光学变焦 100倍的电子变焦 主色则是不得了的存在 拥有1比1.12英寸超大传感器 1.6超大光线 配备了OIS 带来更大的进光量 在暗光的情况下可以带给你更高的画质 Honor Magic 5 Pro 它的光线最大是支持0.95 最高是16 就根据你的喜好去调整 在它最大光线的情况下拍摄 好像这一个我们就利用0.95拍摄 抠图方面我是觉得很干净啊 不过我就觉得太萌了 如果是调制一个 2.4的感觉 就比较柔和看去比较顺眼 So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风格去调试 后你拍出来就很完美啊 而且也是带 微微的美颜 它不会美颜的太够力 你看我的衣服看得到洞吗 看不到 然后我们现在就用它的超广角 它的超广角除了是 拥有0.5更广的视角 它还是一枚 就是你静静拍摄 距离一个2.5CM 可以拍出非常清晰的科学照 你看就衣服上的纤维 拍得很细腻 再加上它的二次处理 就会让整个照片呢 看去更加的实体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人像追踪模式 一杯一二三 在它的顺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 樱眼精彩抓拍 这个是自动抓拍的 当你在跳跃微笑一些微动作的时候 那瞬间它会智能抓拍 比起 menu操作 它的精准度更高 让你可以拍到最精彩的那瞬间 跳在空中的那一瞬间抓拍 再通过它的演算 合成出来的效果 即使是放大 那个细节依然存在 不带模糊的 虽然说这个模式它最高只支持到5倍 不过有这个模式下呢 你可以拍下各种精彩的动作 如果是没开启那个模式拍摄下呢 它就会有延迟的问题 它不能抓到那个精彩的瞬间 差别还是挺大的 不过在顺拍方面的细节处理 还是依然有的 For normal use 来说 就好像人在走动的时候 你抓拍那个自然的动作呢 你用它的这个普通的模式下拍就很足够 除了是你要拍那种比较大幅度跨越的动作 你再开启这个模式拍就很哇塞 刚刚展示的都是在百天拍摄 那么在夜拍方面OK没有啊 能像有没有提升啊 哇夜拍也是很可以啊 我们还有拿S23 Ultra跟S90 Pro Plus 直接赛白赛对比人像拍摄 不说这个Magic 5 Pro 光是它的演算合成技术呢 一拍出来的整体视觉 都会比其他这两台手机脱颖而出 它的细节还原更加到位 虽然说在设置方面有点跑掉 不过总好过没有细节吧 对不对 所以在夜间人像拍摄 Honor Magic 5 Pro 的确调教到非常到位啊 重点是我们都是用10倍对焦去拍摄哦 S90 Pro Plus跟S23 Ultra是有10倍光学 而这个Magic 5 Pro没有10倍光学 也可以拍出如此效果 让我感到一丝丝的惊讶 Honor Magic 5 Pro 里面还自带电影模式 当然你可以开启它最原始的档案 就会比较偏灰色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过于的专业 你也可以开启它自动识别模式 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呢 自动开启 好莱坞经典 AI Filter 看到吗 是自动开启的 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场景给你适当的优化 让一个菜鸟也能拍出电极的视频 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看它的比例就是电影比例 电影模式下 最高只能去到1080 24F 最高只能去到1080 24F 为什么你要背叛 手害 为什么我在我的床底下看到隔壁老王的内裤 在它的评论也是不得了 存在拥有6.8英英寸 同时还以四曲面工艺打磨 上下左右呢 都是曲面摸去的时候是不卡手 特顺滑 别看它是四曲面工艺 就感觉应该很容易睡不会啊 因为它继承了HONOR S9A的二次钢化玻璃 拿来摔马路砸核桃 各种硬核测试 它依然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在工艺方面完全不必担心 再加上非常顶配 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1300 最高峰可以去到1800尼特 而且还是LTPO屏幕120Hz高刷 在不同的场景会给你适当的刷新率 达到更长的续航效果 再来PWM调光2160 在多极亮度调整呢 是会比一般的手机来得更多 闪烁问题大幅度减低 让你在夜间看手机 眼睛不容易疲惫 我们来做个总结哦 目前HONOR MAGIC FIVE PRO 它即将在大马面试 至于在价格的配置方面 我是不大晓得 But then 你可以去到HONOR旗舰店 去看看摸摸和它培养感情 就这样啦 So 我就是那个油画 不难我说到Biz的结构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